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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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把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看来看来 这开放 中央电视台 对 中央电视台 现在现在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臀部接触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可以说 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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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在 他们现在 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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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抓紧的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漂亮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他去年 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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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启动队专门聘请了 一些体能的训练师 还是有国外的体能教练 加强整个的体能训练 应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 整个东迅在体能方面的训练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是来自天津的朱志宏 前两把都成功了 第三把是150公斤 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 朱志宏是19年锦标赛的第四名 抓局的第四名获得者 146公斤 没有拉起来 对 今天应该讲 提高了两公斤的比赛成绩 好了 现在应该讲 目前比赛进入到了最精彩 争夺也是最激烈的 这样一个时间段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国家举动队的选手 来自福建的袁成飞 这是一位来自福建宁德的一位选手 这个选手参加了2019年的 世界举动锦标赛 和2019年的亚洲举动锦标赛 那么在亚洲锦标赛上 表现他出个人的最好成绩 当时的抓局成绩是146 但是他个人最好抓局成绩 曾经达到过156 157 这是在2018年的锦标赛上创造的 袁成飞的开码很关键 151公斤 对 好的 在这次的73公斤级决赛之前 我们也跟国家队的教练员在沟通 其实袁成飞在平时训练当中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对 今天呢 跟他本人也在赛前 也跟他交流了一下 也很有想法 包括他的主代教练呢 对他也充满期望 但是都是提到了 关键要看他的整个的成功率 开码很关键啊 这开码151成了 开了一个好头 对 我们看他的以往的比赛情况来看 个人的最好总成绩呢 是表现在2019年的亚锦赛上 是349 但是后来呢 参加市锦赛啊 由于受伤命影响呢 成绩不是太理想 只获得了 市锦赛的抓停举的第四名 哇 这是来自北京的邓世伟 第二把151公斤也成了 比赛越来越好看了 对 邓世伟我们说是 本场比赛的一位老将了 1990年出生的这位选手 他以往的比赛情况来看 我们看他 在2017年的全运会上 当时的抓取 当时参加的是男子69公斤级的比赛 抓取成绩150 可以说今天呢 开把重量150 很有可能 将自己的比赛成绩有所提升 好 现在应该将每一把试取啊 都可能更 谁要是成功了 谁更能接近于奖牌 这样一个成绩 韦英亭的第二把155公斤 加了5公斤 但是原成飞的第二把是157公斤 现在 这个每一次的加重啊 都很有讲究了 就都是充满了战术在里面 对 那么韦英亭也是世界冠军 漂亮 韦英亭的抓取最好成绩 曾经到达过162公斤 所以还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选手 对 那么这个比赛呢 是在浙江的开化举行 这个开化呢 也是多次承办全国高水平的比赛的县程 这里面也产生了奥运冠军的赞续纲 所以说呢 这里边呢 对韦英亭来说 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比赛环境 那么浙江开化呢 也是有几个亿来形容一下这个开化城 这边开化呢 是有一方红色的热土 这也是有目前说 拥有着革命老区村108个 拥有革命旧址一记达到59处 所以说呢 这也是叫做有一方红色热土的县程 我们看袁承飞的第二把是156公斤 而韦英亭的第三把是加到了160公斤 来自北京的邓世伟 最后一把是155公斤 现在我们看到的 石志勇的160公斤 依然没有更改 那么这个开靶重量和他参加 2019年世界举动体标赛的开靶重量 是一样的 所以说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开靶 那么这次呢 石志勇呢 也是相当于在自己的 这个本省举行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看到开化 这个也来了很多观众 来为石志勇加油 当然也为来自全国各地 参赛的运营加油 来自北京的邓世伟的第三把 修改到了156公斤 这样的话 袁承飞就要率先登场 对 现在应该讲的 两位国家队的选手 也受到另外两位选手的挑战 对 当然韦英亭也曾经 陆选过国家举重队 这次应该邓世伟的表现 比他以往的比 来说呢 应该更突出一些 好我们看袁承飞的第二次试局 我们看了一下 他以往的个人最好 抓取成绩呢 是在2018年 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参加 男子73公斤比赛 是157公斤 还要稍微松了一点 高度没有带起来 对 这样的话 袁承飞还有最后一把 马上要登场的是邓世伟 其实本来袁承飞 一直是跟在这个 韦英亭的后边 来报自己的重量 是很有优势的 这样的话 就要跟韦英亭来拼 最后一把了 对 现在应该说邓世伟 还有一把试局 对 现在的四位选手 每一把试局 可能都更接近于奖牌 就看谁成功 好 邓世伟的最后一把试局 他如果举起这个重量 将自己的比赛成绩 提高了五公斤 就引力了 他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 对 这样的话 邓世伟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 现在我们看 目前排在抓举第一位的 依然是袁承飞的151 韦英亭的155 对 那么袁承飞目前是抓举 排在第二位 现在他将第三把的试局重量 加到了156 那这样呢 他举起来呢 就目前排在第一位 因为韦英亭的第二把试局 是155公斤 我们看到石志伦呢 目前把自己的原来预报重量 加了两公斤 圆承飞要加油 最后一把 可惜了 可惜了 这样的话 圆承飞抓举的成绩是151公斤 目前他的这个成绩是排在了第二位 因为石志伦的开码 就降到了158公斤 这样的话 石志伦来了 好 我们期待的奥运冠军 石志伦出场了 目前是抓举总的三项世界纪录保持者 也是2016年里游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的冠军 那么应该讲 目前也是我们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重点级别和重点选手 也是有点紧 有点紧 我估计他对这把失去 自己也应该说不是很满意 包括我们昨天获得这个男子61公斤冠军的李发斌 在结束比赛后的采访 对自己的表现只打了6分 对对 还是很低调的 很低调 谦虚 石志伦在举完这把之后 也指了指自己的肩膀 我看到这些运动员的肌肉确实很发达 石志伦这开把相比去年的实锦赛是降了两公斤 对 那么现在场上还剩下两位选手 文颖庭的最后一把实锦将 将到了159 因为他这样呢 也就是我先赢你石志伦 如果举起来的话 所以说第二把实锦 石志伦还要看他的整理 好 目前呢 抓局的世界纪录是由石志伦保持的 是在2019年的亚洲举动指标赛上创造的 是168公斤 文颖庭现在的155公斤 已经是排在了这个第二位 第二位 159 看看能不能对石志伦发起冲击 对 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关西教练逃闯 文颖庭以前也能是 以前也是举过162的 好的 就比较轻松 对 这个整个发力过程啊 实际呢 这个环节啊 从发力拉拎开始 就决定你这把成功了 嗯 因为感觉到他这个抓局还是很有特色的 目前啊 文颖庭是 这是出场选手当中 唯一一个三把全部成功的 当然石志伦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但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啊 文颖庭的抓局三把都成了 现在呢 石志伦还有两把实锦 他将第二把的实锦重量 降到了161公斤 石志伦训练的厚度啊 是非常好的 他一直说把这个训练当成战场 而把这个比赛当成自己的表演秀 嗯 石志伦加油 161公斤 也是10个多月啊 没有参赛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这是场上的石志伦第二把实锦 161公斤 好的 好的 明显比第一把 明显轻松很多 所以说呢 无论是老将 嗯 无论是 再优秀的选手 如果 时间长不参赛 对这个参赛的感觉啊 啊 还真是要 经过一下磨练 我们看明显第一把的实锦和第二把 完全不一样 并且重量还发生了变化 对 嗯 石志伦的第三把实锦啊 很有可能 不会今天去超这个169这个 不会不会 应该是不会的 不会的 嗯 这160 哦 加到164了 对 石志伦目前是已经获得了抓举的冠军 全场比赛抓举还剩下石志伦的最后一把 对 目前抱的重量是164公斤 那么在2019年的世界举动紧标赛上 石志伦的抓举成绩呢 是166公斤 我们看在上场之前 就是国家队医生沈大夫对他做做按摩放松 所以我想看观摩今天本场比赛的观众啊 是非常有幸的看到这些优秀学手的表演 呃 另外呢 这种身材也确实我估计令许多观众呢 呃 很羡慕 这都是长时间训练呃的结果 另外呢是最近呢也是加强了体能的训练 对 加强小肌肉群的训练 目标就是防伤防病 所以更好的增加体能 这是石志伦教练 烧国强也是国家集中队的副主教练 石志伦第三把 最会把抓举164公斤 好的 非常轻松 对 非常轻松 对 完全在石志伦的掌控之内 因为世界记录啊 抓举石志伦是168公斤 对 因为当时呢我们央视也做了全面转播的 亚洲锦标赛上 当时166公斤的记录 他直接架到168 所以是破了两公斤 这样呢对他后面再破几度 有一定的弹度 好 观众朋友们稍时休息一下 等会来看停举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0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 即东京奥运会模拟赛男子63公斤级A组的决赛 接下来将是停举的比赛 在刚刚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 石志伦是以164公斤的成绩获得了抓举的冠军 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广西的韦英亭159公斤 获得第三名的是原成飞151公斤 应该讲抓举的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 虽然石志伦今天没有去向自己保持的全国记录和世界记录发起冲击 但是呢其他几位选手的表现也是令人满意的 包括广西选手的韦英亭 还有另外北京的邓世伟 也都是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比赛成绩发挥了出来 在停举比赛当中 率先登场的是来自天津队的朱志鸿 看码是170公斤 这个选手相对来讲呢 停举还是稍微偏弱了一点 在停举比赛当中 14名 现在只有13名选手了 来自山东的盖帅龙 是放弃了停举的比赛 在这13名选手当中 开把重量要的最高的是石志勇 开把是190公斤 对 目前呢石志勇是保持着 停举的全国记录和世界记录 是198公斤 这个石志勇的抓举和停举总成绩 是分别在三个不同比赛当中创造的 抓举的世界记录呢 是在19年的亚军赛上创造的 那么停举呢是在天津举办的世界杯上创造的 总成绩呢是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 嗯 来自吉林的吃项玉 开把170公斤 他今天的抓举成绩是142公斤 哎呦 要稳住 哎呦不能再退了 一共是有四名选手啊 开把是 一共是有五名选手开把是170公斤 但是呢有些选手也许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开把重量 但是呢因为是第一把市局 所以说也不调整也正常 对 因为我们还有两次市局 但是如果是第三把的市局可就无所不同了 因为他决定的名次按照举重的竞赛规则呢 相同的重量随先市局起来谁就名次靠前 就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抓举比赛当中 袁承飞和北京的邓世伟都是151公斤 但是袁承飞是第一把市局起这个重量 华家来自重庆170公斤 1997年升人的选手 这几名选手的170公斤开把 为男子73公斤级这个决赛的停举的比赛开了一个好投 成功率非常高 对 今天呢应该讲停举的争夺呢也会非常的激烈 现在袁承飞呢的开把重量是187 和石志勇的开把重量也仅差3公斤 另外呢韦银廷呢也将开把重量是180公斤 包括内蒙古选手的杨芳刚180公斤 那么今天呢实际呢有四位选手都曾经陆选过国家举重队 包括杨芳刚和韦银廷 那么目前呢石志勇和袁承飞是现任的国家举重队的队员 从今天比赛的临场状态来看韦银廷这位选手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抓举是三马都成功 这位是来自福建的郑新晨 郑新晨也是中国青年赛的冠军 也是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但是他在2019年的二清会的抓举比赛当中是砸锅了 就是从青年比赛到成年比赛 郑新晨打的并不是很多 何耀岩的开把也是170 抓举的成功率还不错 三把成了两把 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46公斤 好的 很稳 对 这样何耀岩已经将自己的开把重量 比19年锦标赛上的开把重量提高了5公斤 在19年的锦标赛上何耀岩的开把重量是165 最后成绩的是170公斤 在第三把加到175公斤没有成功 那么许多选手呢在19年的锦标赛上也是在这开花县的赞续缸 当局中管举行的 但是呢 今年由于受疫情的影响 那锦标赛呢 推迟到10月份 按照正常情况下一般都在4月份 举办全国局中的锦标赛 参加男子73公斤鞋A组决赛的一共是有4名00后的小将 郑星辰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在这些年轻选手当中 他们在比赛应该是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互相的去激励激发潜能 郑星辰连续试取170公斤 慢点手腿 扎稳 扎稳 好的 有点悬 对 这个抓举呢也是只成功了一把的开把重量 再加到145那两次试取没有起来 然后看着教练赶快去更改重量去 要不然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程序呢 运练每次举完以后 他会自动的加一公斤 嗯 加到175了 这样的话来自广西的韦念荣 将要第一次试取173公斤 那么今天应该说在停举的争夺呢 到了180公斤 才真正的开始 我想呢对很多年轻选手啊 是更多的经过比赛的历练 极力比赛的经验 为今后的成长打下基础 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讲呢 不是说我一定要争取一个什么名次 因为他现在目前毕竟是年轻 训练水平还需要一个提升的过程 所以说对年轻与女人参赛 我想呢最重要的是成功率 因为成功率高才能够把你的比赛 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 那么同时呢也会坚定他们的参赛信心 伟念荣这个开把173 这个重量确实要的挺高的 他在去年的二清会的开把是只有165 开把成功之后后边两把170公斤都失败了 但是今天的开把就要到了173公斤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重量 这20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也是东京奥运会的模拟赛 前面我们也多次说到备战 东京奥运会的国家举重的运联呢 都将参加本次的比赛 在已经结束的男子61公斤级比赛呢 李发斌呢就打破了自己的停举全国记录 凭了自己保持的318公斤的总成绩 全国记录和实际记录 冯士发的开把173公斤成了 其实除了李发斌之外 黄敏豪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状态 也提升了他的自己的成绩 对 在男子的67公斤级比赛当中呢 有两位国家队的选手参赛 一个是石立军和黄敏豪 昨天应该讲黄敏豪呢 将自己以前的停举这个短板有所提升 黄敏豪呢以前这个选手啊 是一个分腿挺的一位 但是呢 因为一直这个停举上不来 所以说呢 后来改成下蹲挺 昨天的比赛来看呢 这个改动作还是比较成功的 没错 昨天胜利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的右肘是有一些受伤 但是赛后经过了解 并没有大碍 对 因为是在这个市集181公斤这个重量上呢 有点影响 韦念荣的第二把 173公斤 要撑住啊 这个看比赛的观众朋友可以想 说为什么老不给扔呢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处在一个静止状态 并且呢要求你的杠铃 一定要和身体在一个平面上 如果是说这个杠铃呢扭转了 和身体不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裁判员是不会发 这个让你发现 你看他就明显这个杠铃 他调整过来了 对 如果是杠铃不在身体的一个平面上 这还是不是成功的 这一次担任裁判员的阵容也非常强大 其中还有奥运裁判 杨冰胜是担任了 这个本次大赛的裁判员 是其中成员之一 对 仲裁主任 他也是多次参加重大的国际比赛 参加了2018年的世界举动警告赛的裁判工作 也参加2008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裁判工作 不 北京的奥运会的裁判工作 邓世伟 今天的状态也不错 对 抓据成绩啊 150亿是获得了第4名 对 停举的开把175公斤 邓世伟也是19年锦标赛的同牌获得者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75 开把重量是170 今天是提高了5公斤开把 今天呢在这15位选手当中 邓世伟是年龄最大的 1990年出生了 好的 那么今天在15位选手当中呢 有一位是来自河北的梁琪 因为体重没有过关 所以说放弃了比赛 邓世伟今天的状态真不错 作为一位老将 其实在昨天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老将 但是他们的水平很难保持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水平线上 不过今天邓世伟的临场的状态 还是很好的 对 今天应该说抓据的成功率也很高 那么最后一把冲击 这个抓据的156公斤没有成功 其实刚才谈到老将 在73公斤级比赛结束之后 上演的81公斤级的比赛 在中国举重队的吕小军也将登场亮相 值得期待 对 下午4点将举行男子81公斤级的比赛 朱志宏的第二把加了5公斤 嗯 去年锦标赛最后停举成绩是172 好的 涨成绩了 涨成绩了 对 成功 今天朱志宏的成功率也不错 在已经结束的5把的比赛 抓据3把 停举2把的5把的比赛当中是成了4把 对 现在我们收看的这个全国举重主要赛 是在浙江的开化举行的 这个开化呢 也号称是举重之乡 风景优美 也是这个青山绿水 现在呢开化也是国家的生态县 森林的覆盖面积也达到了80%以上 所以呢运动员到这来就感觉呢 空气清新 嗯 其实所有的选手对于开化这个地方都并不陌生 对 多次来到开化参加重量级的比赛 对 应该说最早呢是在2020 2002年就在这举办过全国举重的冠军赛 2004年还举办了中日韩三国的邀请赛 华佳是举起了175公斤 目前的总成绩是315公斤 盘在总成绩的第六位 华佳呢这个选手我们前面介绍 他在18年呢 是参加的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 那么当时的停举成绩呢是165 所以呢这个选手 应该是升级比赛 嗯 所以呢这个成绩将会有所提升 对 何妖言 第二把也是175公斤 嗯 现在应该说从出场的选手来看 和他以往的比赛成绩啊 都有所提升 现在目前来看 并且呢 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好 何妖言 这个19年的比赛呢 停级成绩是170 今天现在 哦 已经这样子就提高了5公斤 成功 嗯 今天应该讲呢 开化也是外面阳光明味 嗯 这种其实良好的这个天气啊 有的时候对运连的兴奋度和参赛 还是有紧密相连的 虽然我们这个比赛呢 是在一个场馆内进行了 但是呢户外的气候条件和环境呢 对运连的整个兴奋啊 参赛这个表现呢 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呢我们感觉来到开化这几天呢 应该是气温也比较适宜 对 嗯 郑星辰 今天比赛的最后一次试剧 175公斤 对 这是他的教练万剑辉 也曾经培养过奥运冠军 林清风 撑住 撑住 哎呀好的 这些年轻选手的比赛啊 往往是我们感觉呢就是稳定性呢 对 还并不是很高 当然这是每个一年都要经历这么一个历程 并且年轻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这种调整的能力也会相差不少 对 就这也是比赛的经验的问题 就有些老队员呢 可能参赛比较多 对自己在场上的把控能力 嗯 要比年轻选手会更好一些 嗯 那张星辰今天的总成绩是315公斤 完成了他的比赛 李小龙 挺可爱的小圆脸 对 这是19年青云会的第4名获得者 刚才我们看到江苏队的领队冯明也专门介绍李小龙的情况 对 嗯 哇 翻车还是比较吃力的 好在翻起来了 看上挺这一下 好的 开把成功 176公斤 对 看到这些年轻选手啊 这个 也不带腰带 也就是说还没什么伤病影响 嗯 对 其实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 在平时的这个动作上一定要做到规范 如果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习惯的话 他未来的伤病也会不多 会变少 对 呃 这主要是 对特别是对神室体校的这个教练员呢 这个在训练当中 要更加注意这个防伤防病 呃 特别是现在啊 呃 对这个体能训练要加强 对 因为这个体能啊 是提高成绩的基础 呃 另外呢 如果在体能方面呢 呃 多做一些 也会减少伤病的发生 冯士发的第二把176公斤没有成功 呃 冯士发呢 也是 2019年的锦标赛的银牌获得者 当时的提区成绩呢 是178公斤 对 冯士发如果第三把不加重量的话 将会连续试举 目前来看未必会加 哦 对 因为他不会加了 他是最后一把试举了 所以到了开花以后呢 我们看这个介绍开花呀 呃 有这么几个 这个开花呢 是一方红色的热土 呃 呃 这里呢 也是国家的生态县 所以说也叫做一片青山绿水 呃 呃 那么开花呢 是处在一个中国绿茶的金三角 这个产区 所以说呢 这边应用的叫一叉飘香四海 那么这里面也产生了奥运冠军 再去钢 并且呢 再去钢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呢 最后一把试举207.5公斤 给世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所以这里面叫一举想异世界呀 刚才在热身区啊 我们也看到了石志勇在热身区的情况 他今天的停止开花是190公斤 世界记录啊 是由石志勇保持的198公斤 对 好 我们看天津地的 冯师发的最后一把试举 175公斤 176 176公斤 我们前面介绍了 冯师发是19年锦标赛的 停举的银牌获得者是178公斤 冯师发 好的 稳住 好的 站稳稳住 称好 漂亮 这样的话 彭之发也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总成绩是321公斤 对 目前是排在了第4位 所以说我们在转播举重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消耗很大 因为队员的每一次失举我都跟着一起紧张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形容举重是一举成名 真实的 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其实在每次比赛给各位选手的机会并不多 只有6把 对 所以他每一次的试举 特别是到了最后一把 都是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对 好 这是广西选手的韦念荣的最后一把是举 177公斤 现在他的抓举是132 目前排在停举第一位的是北京选手邓世伟的326 韦念荣的抓举成绩是137公斤 后队是137 对 第二把是132 第三把加到137 嗯 抓举是成了两把 一轮和后两把 上亭加油 总好 这样的话韦念荣 他的停举成绩是173公斤 总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11位 4公斤 今天呢在停举 比赛当中预报开把重量最高的是 石志勇的190 另外呢是袁成飞的187 还有两位选手呢是180公斤开把 是韦银 挺和内蒙的内蒙谷的杨芳刚是180公斤 那么现在场上的重量也基本是快接近180公斤 这个尸体重量了 现在场上呢只有这个 持向玉的最后一把尸体 178 他的抓举成绩呢是142 嗯 翻的比较吃力 对 这样呢他要连续的试局了 嗯 连续的试局 持向玉也是一位00后 目前的全国青年记录是文艺廷保持的 停举是186公斤 这个186也是他在19年2月的世界杯上创造的 其实我们在73公斤级放眼世界的话 在2019年的市井赛场石志勇是363公斤获得了冠军 获得亚军的是吴康哲是347公斤 跟石志勇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相差了16公斤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呢 这个级别啊 也是我们备战奥运的重点级别 优势级别 对应该说也是一个优势级别 朱志勇的最后一把178公斤 都损不起来了 包括我们现在持向玉的最后一把 失去的178 难度也会非常大 对 我们看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由170加到178 8公斤的加重速度啊 尤其对这个年轻选手啊 我感觉可能还是大一些 如果过渡一下 比如加4公斤5公斤 再加一个重量 也并不会影响他的个人成绩 对 连续失举178公斤 这是机灵教练孙海波 也是大级别选手 曾经保持抓紧的全国记录 202 确实啊第二把这个重量加的太多了 对 并且呢 通过他第二次适举的场上表现来看 如果想完成这个重量 难度确实很大 嗯 其实在这三把的这个布阵上 第一把是要保成功的 第二把是要一个成绩 第三把才是上水平 对 一把保成功 二把要成绩 三把上水平 这我们也在比赛当中呢 也多次这样介绍 整个比赛的这个开把加重的规律 对 就是一把要保成功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位选手啊 在第一把时局没有起来 这个要好好的去总结 好我看 广熙选手维英亭的第一把时局 他的开把重量是180 今天呢他凭借着159公斤的成绩 获得了抓紧的一枚银板 这个选手呢在18年时也曾经误选国家队 2019年的举重世界杯 他的抓距成绩是189公斤 哎哟 很可惜啊很可惜这把 应该讲高度是够了 就是送的时候这个杠银有点偏钱 重心靠近 对 现在呢原成飞的开把重量是187 那么可以说这次的开把重量 是比较接近于石志勇的开把重量 稍微偏钱了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有四位选手 将杠银的重量加到也是180 但是呢比赛呢会发生变化 因为每个选手预报的开把重量呢 预报的重量都有两次更改的机会 要看之前的比赛的情况 对要看对 特别是到了停举阶段 会涉及到停举的名次和总成绩的名次 杨方刚的停举还是挺有能力的 下蹲挺的选手 对杨方刚呢也曾经勿选过国家举重队 当时呢参加的是男子的77公斤 不错啊开了一个好头 对开把180公斤 对杨方刚呢在18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 当时在停举上180公斤呢 三次试举没有起来 嗯 目前还有两名选手没有登场 分别是袁承飞和施志勇 两名选手目前还没有更改自己的开把重量 对 现在呢从场上的情况来看 这个施志勇的190啊很可能只有袁承飞能陪伴他 举一把对 那么其他选手很难能够上这个重量了 我看杨方刚有可能因为他第二把加到187 如果成功的话第三把那至少要加到190 嗯 其他选手可能就达不到这190这个重量了 杨方刚的第二把加的也不少 韦印亭连续市局180公斤 好的 很可惜浪费了一把试局 也等于是浪费了提升成绩的一个机会 对 目前呢总成绩是韦印亭的339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队的邓世伟 对 今天应该讲呢 依然还是史志勇 刘成飞 美音亭 这三位选手的较量 但是呢在停举的比赛进程当中 我想呢杨方刚也会去为停举这枚奖牌 去不断的去冲击这几位选手 嗯 并且如果说停举比好的话 对他总成绩去竞争奖牌也很有帮助 对 杨方刚目前还是排在停举的第一位 180 对 滑家也不错啊 对 最后一把180公斤提升了自己的停举成绩 对 应该讲他纪念式升级比赛 他在去年呢是参加的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 现在目前排在停举第一位的依然是 180公斤 当然这肯定不是最后的成绩了 我们看到广东的 何姚燕呢 应该是加一公斤 是不是会提升一下自己的挺举名次 因为他并且也是最后一把试举了 他看看他的总成绩 如果举起来的话 是326 我看他的 是想赢杨芳刚的总成绩的325 对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不能是光看他的挺举名次 而且要看他的总成绩名次 何姚燕加了5公斤之后 180公斤没有挑战成功 这样的话挺举成绩的 最终成绩是175公斤 目前的总成绩321排在第5位 因为现在杨芳刚的321是排在这个 总成绩的325排在总成绩的第三位 所以现在的选手都想一个是要挺举的名次 那么同时也想在这个总成绩上要奖牌 我们看邓世伟他现在目前是总成绩326 如果举起这个重量呢 达到332 他加了6公斤的重量 其实邓世伟和杨芳刚是有的打的 邓世伟的抓举领先杨芳刚10公斤 但是杨芳刚的挺举能力还是挺强的 好的 另外呢 现在这些选手的竞争呢 首先要把石志勇啊 包括袁承飞 这还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对 所以呢 现在主要是看这个 目前排的第一位的是谁 因为后面有两位选手 正常发挥的话 可能其他选手还很难 这个达到他们的成绩 不过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是很有意思了 对 包括我们在内啊都 为什么举这一把 或者是这把该加多少 我们也在测算一下 包括现在像李小龙 他为什么要加181呢 因为他可能总成绩上 没有什么奢望了 我就在挺举上 我举起这个重量什么名次 我首先要赢你180公斤 180公斤的选手啊 对 目前他的总成绩是317 翻站 还是非常的吃力啊 看着上送 送起来 哎呀真的不错 好的 三文三文 哎呀 这个李小龙的意志品质不错 对 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在转播举重比赛的时候 消耗的体能非常大 每次比赛 实际我真的是很紧张 有时候也跟着运连场上情况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讲 这个指挥举重比赛的教练员 要有一定 要有一种强大的心理啊 有的时候成功呢 确实就在那一面之差 哦 现在原成飞也是向自己的停举开把重量 有187 加了5公斤 182 这个 原成飞的个人最好停举成绩呢 是在2019年的亚锦赛上 是193公斤 那么他参加了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 是187公斤 获得了第四名 下端挺的选手 对 看182公斤对于原成飞来说 难度并不是很大 我想呢 原成飞啊 将这个开把重量降下来以后呢 主要还是要考虑在总成绩上 和韦颖挺的之间的竞争 嗯 因为 韦颖挺的挺举呢 也 并不是很弱 韦颖挺目前的总成绩是339 是排在了第一位 他的第三把的挺举是要到了185公斤 现在原成飞的总成绩是333 原成飞还有两把挺举 对 这个成绩呢 和他2019年的十几赛上的总成绩是一样的 那么原成飞个人最好的总成绩呢 是表现在19年的亚籍赛上 总成绩是349 比小龙这第三把加的重量并不多 只加了两公斤 183公斤 现在对于他这个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啊 最后一把第六把 正常比赛的第六把 通过他第二把试取翻赞的1801啊 就感觉很吃力了 关键看到这把翻赞 这是江苏队的教练李云南 看他这个181啊 能够翻赞起来 已经进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 不过李小龙挺取181公斤 这个成绩也不错 那么现在场上还有五位选手 石志勇的190公斤 依然没有变化 我们看到原成飞呢 将第二把的尸体重量 加到188 这个188加151的 就是339 哦这个339还输给了 李云腿的339 这个188 是不是要变化呀 那维云腿的第三把试取是185 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 举起这个重量 他这个动作呢 是向裁判示意 我这个肘关节 有这个森林弯曲 就没有调铃啊 翻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应该是还比较轻松的 要会给他怕失败吗 没有成功了 对呀 这样的话 文云腿的停距成绩是185公斤 提升了自己的总成绩 他这个344公斤呢 对原成飞来讲 如何去追上这个总成绩 我们看原成飞今天的抓据是150 那么他只要要举去345才能够赢这个文云腿的总成绩 345的话 这个停距啊 对于原成飞来说难度也很大 对要举到194公斤 对 先来看邓世伟的最后一把185 对 现在也是他最后一把19 我们说了邓世伟的个人的停举最好成绩呢 在17年的全英会上是180 如果提起这个动量将提高自己的成绩 邓世伟的今天应该说表现还是 只是灯已经提前亮了 已经背叛失败了 我想这把 比较可惜的一把 这把我看他肘关节啊 好像没有什么趋身 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 对 我想他对这把的办法可能也是感觉到挺意外的 我们看上松 有一点点的推举动作 有一点点 但是并不特别大 所以说他举起来以后 他始终就没有放下来 其实确实这把站起来非常不容易啊 对 因为他的重心呢 已经降了很低了 杨芳刚的第二把是186公斤 目前他的总成绩是要输邓世伟的 这把 这把如果成了的话 总成绩是331 对 加油 好的 好的 感觉最后登场的这几名选手都卯足了劲啊 对 可以说也是拼到了最后 对 现在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一位的是 广西的维尹廷的344 排在第二位的是 原成飞的333 排在第三位的是 邓世伟的332 接下来原成飞的这两把停举非常关键 如果想追赶文艳亭的总成绩的话 难度不小 需要把他这两把停举的成功率啊 对 这把187啊 真的很关键 原成飞要加油 今天原成飞就是抓举啊 成功率还是偏低了一点 只成功了一个开把足量 好 看了 停举 个人最好停起过193公斤的选手 上庭加油 走 果断一点上松 好的 应该说这把还是很果断的上 比较轻松 对 看这两把停举看得让人非常踏实 对 我想呢 他要看他的 停举 十方一圈 任能够到第二名 或是进前三 那么他第三把就有可能加到194 这样呢 他的总成绩达到345 其实呢 袁成飞曾经呢 在亚济赛上表现出349 349当时的抓举156停举193 来自内蒙古的杨芳刚 第三把停举是弃拳了 这样的话 石志勇 要登场了 哦 现在应该说场上只是 果然 袁成飞讲第三把的实力 都要加了194 加了7公斤 对 因为他已经确定他的停举是第二名了 对 现在就要在总成绩上去超越 目前排在第一的韦映庭 对 现在我们期盼的 奥运冠军 石志勇出场了 他的开把动量是190公斤 那么他目前保持着 停举的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198公斤 这个198公斤呢 是他在天津举办的世界杯上创造的 在19年的市井赛上是197 并且呢是放弃了第三把的市举 对 2019年市井赛是这种的停举开把 就是190公斤 对 所以今天的190还是很高的水平的开把 还是半停 对 有可能是半停 哦 在以前举这个重量 他经常不仅是半停 还是可能是高停 对 其实石志勇在比赛当中 出现这样的状况比较少见 应该讲呢 在19年的亚洲锯标赛上 当时的开把重量是193公斤 也就是经历了两次失举没有成功 那么第三次加到194 失举成功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收看中国CV2020年 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下次在央视频客户端 关注黄金赛事多角度 看赛场账号 比赛现场简陆台热身区 三路画面同屏自由期换 享受观赛新体验 现在已经到了男子73公斤级决赛停举的最关键的时刻了 对 现在呢场上只剩下史志勇的 还有原成飞的最后一把失举 194公斤 那么现在史志勇呢 199要连续的失举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抓局的银牌获得者 文艳婷 目前呢是排在总成绩的第一位的 广西选手 文艳婷的344 就是下公平 朋友们 比赛加油 好 我们看 史志勇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啊 实际呢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出场了 其实190公斤对于史志勇来说还是很有把握的 对 我们说啊 史志勇比赛呢是 霸气氏足的运动员 也是能够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的运动员 好的 好的 我想史志勇今天对他自己的抓举和停举的 第一把失举都是不满意的 抓举当然第一把是成功的 我想呢 细心的观众我们注意看一下 史志勇的这个局中鞋啊 这个两只的颜色还是不相同的 自己设定的战靴 对 这都是为他们这个有安踏的 专门制定的制作的 目前史志勇的总成绩是354公斤 排在了第一位 目前他的停举190也是目前的第一位 对 现在应该讲今天史志勇呢 呃 的总成绩想突破自己363公斤 呃 这个重量还是一定的难度的 嗯 好 史志勇将第三把加到199 这是主要是想打破自己保值的 停举的全国记录 对 超世界记录 对 但是呢 如果举起来的话 总成绩也是 363 对 363 凭自己的世界记录 对 总成绩的世界记录 对 袁承飞加油 全力向上 好的 漂亮 好的 漂亮 袁承飞今天停举啊 停的非常漂亮 三把全部成功 对 这样的话他这个抓举 比较低迷的表现 在停举上已经追回来了 是 目前的总成绩 345公斤 排在了第二位 现在呢 场上的重量 史志勇加到了199公斤 那么这个重量呢 如果起来后呢 将意味着他打破了自己的 保持的停举的全国记录 和世界记录 198公斤 呃 如果起起来 也是凭了自己的 总成绩的世界记录 和全国记录的363 好 伴随着史志勇的出场 已经把今天这场比赛 点燃了 对 推向了最高潮 对 其实199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史志勇是能够达到的 我们一起期待他 成功的举起这个重量 史志勇要加油 全国记录诞生 对 少国强之导和唐纳尚之导 应该是翻杂没有问题的 好的 上松要果断 加油 加油 加油石志勇 别动别动 漂亮 漂亮 又一个全国记录诞生了 石志勇超了自己保持的198公斤的世界记录 现在将世界记录已经上升到了199 打破全国记录超市业记录 恭喜石志勇 今天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 石志勇是获得了三个冠军 抓举停举总成绩 恭喜石志勇 另外 袁承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总成绩是获得了第二名 这两名国家队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是大放异彩 团志勇 请您点评一下今天这场男子73公斤级的决赛 应该讲在比赛之前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就介绍了 这是一场非常期待的比赛 石志勇可以说目前的整个训练状况还没有打到个人最好的经济状态 所以今天的比赛为什么感觉到最后能够挺起这199公斤的成绩呢 他是这样的兴奋 可以说又经历了一次泪斂 因为包括袁承飞在内这两位国家队选手也是经历了十个多月没有参赛 在没有呼吁到自己最佳的训练状态情况下如何表现自己 确实我想对他们来讲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明显对他们今天的参赛呢 第一把事情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还是这个动作呢还是有点紧 不过呢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打破了自己的最好停举成绩又凭了自己的最好的总成绩 为我们下一段的东迅或者为明年的奥运会备战又奠定了新的基础 也想我想呢对袁承飞好特别是施志勇又充满了更好的自信 其实今天施志勇的抓紧的成绩164公斤 这个成绩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更高 因为他的能力确实能够达到 确实施志勇在男子73公斤级在世界上的统治力通过今天的比赛让我们感受到统治力又变强了 尤其是在停举的比赛当中199公斤 尤其是在第一把失利的情况之下 第二把190成了第三把直接加了9公斤 这确实是施志勇能力的体现 实力的表现 对实力的表现 从世界上的这个格局来看 施志勇跟这个第二集团的这些选手的差距还是 就他们跟施志勇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吴浦对施志勇的赛后采访 恭喜施志勇啊 今天这个比赛最后是破了这些纪录 好像但是前面显得比较累 但是最后这把就是太漂亮 本来过来这边的时候 训练状态就不是很好 不知道一个能发挥多少就发挥多少的一个心态吧 所以一开始就很疲惫很累 后面越举越放开了 第一把190没举起来 确实自己有点大意吧 因为可能我训练最近这段时间就190的水平 但我觉得来到了这个战细馆体育馆 就从这六个字 从这现场开发人民的观众 我觉得我应该对得起他们这个鼓励 所以我很想去表现 很想去冲击这个技术 所以190我也试镜金了 我全身的力气吧 可能抽 今天已经被抽干了 好累好累 其实开靶的时候抓举开靶的那把158的时候 稍微往后了 自己是生生抢回来的 这个肩好像当时感觉有点受伤 没问题吧 没有受伤 两个肩有点抽筋 158没有做好 这也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表现吧 因为确实自己整个下旬一直在恢复 伤害很多腰也一直不大好 所以训练也不好 上去举的时候就有点 胃手胃脚放不开 所以去抓的时候 动作没做到胃有点往后了 还好抓起来了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下一步没有计划 太累了 好好休息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好样了好样了 真棒